前几天立委陈伯威的罢免案通过 我们都觉得很遗憾 近期由国民党和亲近的团体 发动的几个罢免案 都不是以从政表现为前提 而是出自于政党的好恶 甚至把罢免当作政治操作的工具 这并不是好现象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惋惜 既然有人要继续推动罢免 扰乱台湾 我们就要挺身而出 阻止这些乱象 那么关于台中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我们会和激进党共同来讨论 推出最好的人选 把这一席引回来 请大家一起全力以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